因应台米开风的到来 玉璃镇公所立即启动了相应的应急计划 从23号的晚间18点起 高辽大桥变道以及长梁变道禁止通行 那么赤柯山产业道路只开放车辆下山 禁止车辆上山 主要自项署24号下午3点40分 台风动态记者会上表示 台米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 也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玉璃镇公所不敢答应 从23号的晚间6点起 高辽大桥变道以及长梁变道禁止通行 赤柯山产业道路只开放车辆下山 禁止车辆上山 尤其是我们玉璃镇内的高辽变道 以及异常变道 这两个桥我们已经做一方性的风桥 尤其是我们高山 尤其赤柯山 这一些山区的乡亲朋友 一定要确计配合我们玉璃镇公所 这一些疏导 郭文俊表示 口量民众行车安全 请乡亲们依照公所指引 小心行车 面对台风来袭 也请居民 必须要做豪房台准备工作 并且持续注意公所 发布的最新动态跟消息 接着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接着高雄双玉璃镇和高雄双玉璃镇 放雅双玉璃镇和高雄双玉璇